赵丽颖出任周大福珠宝集团形象大使 周大福珠宝集团发出微博后小谷的微博也做出了回应 赵丽颖是银瓶花旦中的正能量担当 她饰演的角色总是以执着坚韧又不失青春本色的励志色彩影响着观众 祝福她可以一直前行 赵丽颖长着一张娃娃脸眼睛很大 加上经常饰演一些娇俏可爱的小女生 因此给观众留下了可爱呆萌的印象 尽管不是科班出身 但是她却对演艺事业充满了热情 她凭借坚持不放弃的心态获得成功 她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人 面对镜头的时候显得有点乐于表达 不会说漂亮和活络气氛的场面化 甚至有时候她显露的真实个性更接近于男生的直接 简单 2016年9月23日 被河北省人民政府委任为河北省旅游形象大使 以下科技副总裁海润影视第十四大股东 江苏稻草雄影业股东 暴风科技股东 祝福她在事业和爱情上可以双丰收